廬山溫泉 正阳大饭店 房间布置好温馨 空间很大地板 很干净 厕所里也有浴缸哦 我们临温泉区 开门就到了哦 吃脚皮的地方 我们本来会怕 后来就赶根鱼丸了 快过来吧 仰吗 好玩 好玩吗 前面不要动 真的啊 你不要动哦 她说不要动 你可以看鱼啊 看哪只鱼咬你啊 我们比赛 我们两个比赛 今天是黑的 不是在乌鱼丸 对 好甜 好甜 她的脚很好吃 随便讲 依依 你说鱼为什么喜欢吃把鼻的脚 因为 比较会动 是吗 咳咳 咳咳 他请我 咳咳 真的 所以你看 他想跟你结婚 他跟你的脚皮 有没有觉得这里的温泉鱼很大只 超肥的 是冷泉吧 冷泉 对 冷泉 超肥的 好玩吗 为什么是统一布丁 好玩吗 好玩 明天还要来泡吗 还是晚上吃饱再来泡 晚上吃饱再来泡 好 冷泉你敢下去吗 你敢再下去一点吗 屁股下去敢吗 等一下 因为满足都没有太多 通过吊桥来去吃晚餐 饭很咸 高丽菜很好吃 饭店早餐很丰盛 好吃到隔壁的警察局都来这边吃早餐 吃饱后来去温泉头看看 招牌上很多店家都没营业了 招牌上很多店家都没营业了 小心头哦 你看下面的盒很漂亮 跟那些阿姨叔叔们才刚走回来啊 跟那些阿姨叔叔们才刚走回来啊 走到这里发现这边都有整理过 以前都没有痛 左边下去可以去泡野心万全 可以继续往前抵达那栋房子 感觉是以前废弃的桥 但对我来说也很新鲜 走嘛去探浅快点 好吧我们去探浅 哇冒烟 冒烟耶 哇冒烟 第一次走到温泉的源头这里 感觉也是挺新鲜的 让车车一一看到冒烟的温泉 很暖暖的吗 好像没有开了 我们在这边拍几张照片就要折返了 他也有母子也好想去摸哦 今天是猫猫床业 围城带小孩走一下吊桥 让他们体验一下庐山 以前的风光 也许以后就没有了 听附近的居民说 好像这里 最近会收起来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不然还可以继续当清静的后花园 该有多好 Mine 你看那家人的那个二楼 老虾 第五个 靠近吊橋的這一側右邊基本上全部都是廢墟 根本就沒有人住 放眼望去很多民宿旅館根本就是廢墟了 走進廢墟看到小黑超熱情的歡迎我們 熱情小黑 在廢墟裡發現SHE的廣告超級有年代感的 按讚加分享 掰掰 愛你喔